大家好呀,欢迎来到米虫观影 小浩五岁那年,妈妈因病重不治,离开了人世 却睡前,妈妈为她画了一本童话书 在天堂与人世之间,有个叫云之国的地方 不久,一位企鹅妈妈来到云之国 她每天从云峰俯瞰人间,不停掉眼泪,思念着孩子 雨季来临,企鹅妈妈偷偷搭上雨滴列车 经过隧道好,来到一个小车站,与小企鹅相见 母子度过一段愉快时光 转瞬间,雨季结束 企鹅妈妈与小企鹅拥抱告别 乘坐列车回到了云之国 从此之后,她每天在云上看着企鹅宝宝 再也没有哭泣 小浩抱着妈妈童话书,黯然入睡 四日清晨,爸爸忙着为小浩手忙脚乱肩带 一旁电视上,伯伯尔最近马上就要进入雨季 小浩很兴奋,他认为妈妈就要在雨季回来了 高兴得手无足的,他再也不会自己穿梭衣服和袜子了 整理好书帮,父子一起出门 父亲像往常一样,亲来亲合照上的妻子 小浩的爸爸雨震在一家游泳馆打家 曾经是游泳运动员的他 因为突然患上了荷尔蒙失衡症 每当做剧烈运动或者特别劳累的时候 就会突然晕倒,失去意识 雨震有一位从小长大的发小,阿胖 阿胖开了一家面包店,常常帮他照顾小浩 这天雨震接小浩回家 小浩央求着爸爸回家洗被子 这样的话就会下雨,妈妈就能回来 提到妈妈,雨震思念及爱人 他看起从前的录像 妈妈告诉小浩,找到十个四叶草许愿自动成真 而小浩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妈妈快点好起来 四日清晨,天空下起的漂泊大雨 小浩从贴着七颗四叶草窗户望去,兴奋一场 他在雨中奔跑,穿过隧道后来到废弃的火车站 小浩在车站附近寻找很久 直到雨停都没有看到妈妈的身影 最终小浩只能泱泱不乐地走向回家的路 经过来时的隧道 雨震远远望见隧道中有一名 依靠在地上的女子 小浩顿时兴奋起来 她以为是自己的妈妈 冲上前却拉住女子的手臂摇晃 雨震上前想拦住儿子 却赫然发现 眼前的女子正是自己已经过世的妻子秀雅 如今的秀雅失去了记忆 对家里的一切都感到陌生 但通过家里满是一家三口的合照 秀雅隐隐猜到眼前的确实是自己的老公与儿子 秀雅暂时在雨震家住下 半夜雨震辗转反侧来到儿子房间 轻抚妻子脸颊 直到现在爬着无法相信眼前这一切 又是一天清晨 秀雅细心地帮小浩穿好衣服 感受到妈妈的爱 小浩在她脸上摸摸了一下 连忙跑走 也想要轻轻准备偷新雨震被其发现 只好再次亲了亲合照上的妻子出门上班 送走父子俩 秀雅开始整理家务 在抽屉里发现一只红色钱包 里面有一个钥匙 婚戒 她尝试戴上婚戒 发现刚刚合适 秀雅越发对以前的自己也感到好奇 她问宇震两人之间的故事 原来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高中 秀雅成绩优异 有一种令人难以接近的气质 而同班同学宇震是校游泳队的一员 因为只用上一天课 两人平常和少有交集 少了有一次游泳课上 秀雅不小心溺水 在水里不停挣扎 宇震像海豚一样 把秀雅扶在背上游到泳池边 秀雅低头说了句谢谢 就匆匆离开 至此之后 宇震开始注意起这名娇羞的女生 经常上课盯着秀雅看 偶然间发现她书桌里有一本挪威的森林 宇震记在心里 于宇震叫好的发小阿胖 看出了她喜欢秀雅 想要帮忙撮合二人 阿胖根据一通数据分析 发现宇震爱秀雅的程度只有9% 而秀雅爱她的程度却高达98% 如此一来也让秀雅更喜欢宇震 阿胖给她出主意 一定要假装神诚 并教她去问秀雅借圆珠笔 在对方借给她时 再帅气来问她借橡皮 宇震觉得这个主意甚好 故意搭讪秀雅 没想到 没等她说完 秀雅就直接说没有 宇震顿时愣住了 交际舞课上 习惯用左脚的宇震打乱大家节奏 紧接着秀雅告诉老师 自己也惯用左脚 两人被分配在一组 第一次与心爱之人亲密接触 宇震紧张得不行 一步留神踩到秀雅鞋子 连忙蹲下为其擦拭 起身时就撞到秀雅的鼻子 秀雅鼻血滞流 在大家嘲笑中离开体育馆 至此之后的三年 宇震再也不敢与秀雅说话 三年后高中毕业 同学们互相写纪念册道别 宇震这三年还喜欢着秀雅 秀雅跑来让阿胖写纪念册 顺便敷衍的让宇震也随便填一下 宇震认真的写下毕业寄语 秀雅接过后 没说一句话就静止离开了 宇震的原住别也留在纪念册内 时光仍然 直到大一暑假 宇震终于准备鼓起勇气 拨打秀雅电话 可电话一接通 宇震就连忙挂断 阿胖气得大骂他送货 就这样一拖再拖 宇震入伍学习 十到两年后 他才又一次打给秀雅 电话接通 宇震又准备挂断 阿胖拼命拦住他 宇震无奈 稍映个头皮接通电话 结结巴巴的说 高中毕业典礼那天 他把圆珠笔丢在秀雅那里 想要见面拿回笔 秀雅同意 宇震高兴的手舞做到 终于等到见面这天 俩然在校门口见面 宇震尴尬的 不知该说些什么 等拿到圆珠笔后 宇震憨了半天说一句 今天真热 你慢走啊 秀雅只好到儿生再见 走到一半 却被宇震叫住 俩然一起来到餐厅吃饭 沙沙的宇震还记得 高中时秀雅书桌里的书 挪威的森林 他故意拿出挪威旅行指南 好好的表示 自己特别喜欢挪威这个国家 得知对方误会自己喜欢挪威 秀雅笑得前仰后合 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秀雅依依不舍地坐上了离开的大巴 宇震望着远处的车辆想了想 怕着冒雨追停大巴 他来到秀雅面前 傻愣愣地说 我可以跟你写信吗 秀雅被呆蒙的对方抖了 起身为他擦拭雨水 并同意了写信的请求 滑灯出上 一家人沉浸在宇震讲述的回忆中 意犹未尽 四日小浩望窗外 连绵不绝的雨水出身 讨厌下雨的同学抱怨着 都怪自己父亲 只要他每次洗车 隔天转过下雨 听到这话 小浩想起了妈妈 此时 秀雅无意间看到了院子里的小木屋 她翻出钱包里的样式 打开房门 看到了那本自己为儿子画的童话书 云之国的企鹅妈妈 以及自己留下的日记本 天色渐晚 秀雅又开始缠着雨震 为自己讲述过去的记忆 经过一段时间的通信 秀雅与雨震开始约会 看电影时 雨震心目在眼 一门心思想着如何与心爱女孩牵手 还假装不经意间握住对方 没想到 却与后方大硕脚趾 食指强插 看到车秀雅的秀雅忍俊不禁 结束后 秀雅等车间隙 悄悄伸出手 插进雨震口袋 雨震抬头望天 默默把手放进口袋 握住女孩的手 听完两人之间的美好戏意 秀雅也主动把手放入雨震口袋 为了唤醒妻子的戏意 雨震把秀雅带到山顶露营 因为望远镜 看着对面的汽车影院的电影屏幕 俩人互相抢着望远镜 这样别出心裁的看电影方式 令秀雅大感惊喜 雨震趁对方不注意 我伤秀雅 天空中飘起了雨滴 一股莫名的情愫 在他们身边环绕 秀雅越来越融入这个家庭 她渐渐接受了小浩妈妈 雨震妻子的身份 小浩为了让妈妈 能够长久留下来 不断收集了四叶草 祈求雨季不要结束 但幸福的时光总伴随着悲伤 一家人结伴回家时 雨震太过劳累 救急复发 晕倒在地 清来后 她向秀雅讲述了自己患病的经历 那是与秀雅的第三次约会 秀雅送给她一片素风的四叶草 祝她国家选拔赛上夺得桂冠 之后 雨震开始加强训练备战比赛 一次训练时 雨震不慎晕倒 医生表示 她控制身体的荷尔蒙分泌的部分 出了问题 只要紧张或太疲惫 就会晕倒 得知自己患病后 雨震故意堵了秀雅 直到有天 被对方找上门来 雨震强忍悲痛 口是心非的说 对秀雅感到厌烦 不要再见面的话 赶走对方 之后的一年里 两人没有任何联系 雨震却无时无刻 不再思念着秀雅 她决定去见对方一面 来到校园后 雨震望着冒雨前行的秀雅 本想冲过去 为对方打伞 却看到一辆车停在门前 秀雅坐上了车 望着远去的汽车 雨震黯然离去 手中的四叶草掉落在地 从此 奶人再无联系 时光飞逝 雨震在家乡生活了很久很久 直到一天 她接到了秀雅 叫前来的电话 雨震在车站等着曾经的爱人 列车从隧道中驶来 缓缓停高的站台 秀雅下车后 冲向雨震一把抱着对方 说着莫名其妙的话 什么都不用担心 命运早已安排好 过了没多久 奶人顺利结婚 雨震即将结束 秀雅也从童话书得知 自己将要回归天国的命运 赶到时间紧迫 放心不下两人的秀雅 看着叫儿子 煎盒包蛋 晾衣服 使用漆尘器 洗头 雨震也不舍爱人离开 她每天晚上偷偷扮运树枝 想要封死那条隧道 离别的哀伤 缓绕在一家三口信中 小豪因为每天偷偷 把同学爸爸的车弄脏 被对方家长逮到 小豪立无语下 雨震瞬间红了眼眶 她抱住儿子 漠然无语 小豪的生日就要到了 秀雅独自从阿胖的面包店 为儿子买生日蛋糕的同时 请求阿胖为自己办一件事 回到家中 一家人开开心心为小豪庆生 并拍照留念 雨水连面不绝的雨季终于结束 在雨季的最后一天 小豪的学校开办了艺术节 秀雅在校园久等不来雨震 只好先进来到现场 为儿子家伙打气 而此时 在游泳馆工作雨震 发现游泳池有人溺水 担心发病本想离开了她 一咬牙又转身回来 跳入泳池 另一边艺术节上 小朋友们都在诉说着 自己擅长的事情 轮到小豪 他低头不语 双手紧接牛仔裤 他望见为自己加油的妈妈后 小豪鼓起勇气说 我很会打扫 吸尘器不能开太墙 我很会洗衣服 晒衣服前要用力甩开 我也很会洗头 做菜 接荷包蛋要用慢火 我一定会守候爸爸 因为我答应过妈妈了 听到儿子一番话 秀雅的泪水忍不住近视眼光 终于到离别的时刻 秀雅独自走进隧道 小豪急匆匆赶来 叫做妈妈 他实在舍不得妈妈的离开 而雨震以为救人被送往医院 醒来后 他急忙赶往隧道 在路上因为疾病不断跌倒 他强打精神 不让自己晕过去 终于在最后一刻 见到秀雅 两人隔着隧道对望 雨震强忍内心悲痛 极力克制 忍不住因哽咽而抽动脸颊 向爱人微笑 秀雅不舍得望让雨震渐渐消失 妈妈离开后 小豪履行了守候爸爸的诺言 会帮爸爸煎鸡蛋 打扫卫生 临出门 父子俩依次亲吻合照上的妈妈 有一天 雨震意外发现 秀雅留下的小木屋钥匙 她翻出了秀雅的日记本 得知了所有的遗见 高意识的秀雅 在大雨飘泼的雨季 一眼醒了上了雨震 得知对方是自己同桌时 开心不已 拥有客上被雨震所救 小鹿乱撞到秀雅逃命似的离开 懊恼在喜欢男生面前丢脸 秀雅也曾算过两人相爱指数 当时表面上高傲的回绝 雨震借袁珠笔的请求 被激零却大骂自己是笨蛋 为了和雨震一族 故意说自己习惯用左脚 却更加丢脸的被撞得鼻血直流 每次冷漠对待雨震后 秀雅就会特别后悔 少女怀出的心思 连她自己都猜不透 而她也曾像雨震一样 想借黄元珠笔联系对方 却一直也不敢打电话 直到后面雨震主动打来电话 蓝安开始熟悉 约会牵手 越发情景 直到被雨震拒绝再次见面 蓝安在约会三次后分手 雨震来学校的那日 秀雅被同学生路载走 在后视镜发现雨震 她连忙下车 捡起雨震掉在地上的四叶草 开心地向雨震离开的方向追去 却在过马路时被车撞飞 秀雅缓缓背上双眼 再次睁开时 穿越到了八年后的未来 在隧道中醒来 被雨震父子俩发现 虽然在车祸后失去了所有记忆 但在一段十年的相处之后 秀雅又重新爱上雨震 最终在雨季结束的那一天 火到隧道与父子告别 再次睁开眼时 又火到八年前 车祸后的秀雅昏迷了六周 她以为与雨震父子的经历 都是自己昏迷时的梦境 但那些幸福的回忆却那么真实 秀雅心想 也许她昏迷时所看见的未来 是真实存在的 也许三十二岁 她就会丢下父子俩独自死去 可是她又怎样呢 秀雅害怕 如果不和雨震复合的话 也许她会和别人结婚生子 最终秀雅选择接受命运 去追寻自己的幸福 跟雨震组建一个家庭 哪怕三十二岁就会死去 雨震把秀雅的日记本放入礼盒 准备送给儿子 这已经是秀雅离世后的 第十二个生日了 小昊已经二十周岁了 已有了心爱的女生 望着妈妈留下生日贺卡 小昊露出微笑 拜托阿胖每年生日送给小昊 阿胖送小昊去约会 独自在家雨震望着天空 思念着在云之国的爱人 本片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关注米虫 每天的电视打卡米虫关影 一整天就叫小弯弯哦 拜拜